玉版论药篇 皇帝问曰 语文魁其恒所指不同 用之奈何 皇帝问道 我听说魁度、其恒所指的内容各不相同 应当怎样运用呢? 齐博曰 魁度者度病之浅身也 其恒者言其病也 请言道之之术五色麦变 魁度其恒 道在于一 神转不回 回则不转 乃施其积 智术之药 迫近以微 注资欲拔 命约何欲积 齐博回答说 魁度是权恒和度量疾病的深浅的 其恒是说明异常疾病的 请允许我谈谈其中最重要的道理 五色麦变 魁度 虽然所指不同 但道理只有一个 就是观察色脉之间有无神器 人体神机的运转是不回则的 若回则就不能运转 人也就失去了生生之机 这个道理是极其重要的 色脉的诊查虽然浅静 而微妙之处却在于查神机 把它记录在预板上 以便与预计征障论 仓和应用 容色见上下左右 各在其要 其色见前者 汤叶主治 十日矣 其见生者 必其主治 二十一日矣 其见大生者 老九主治 百日矣 色腰面托 不至 百日静矣 脉短气绝死 病温虚 甚死 面色的变化 表现在上下左右 不同的部位 应分别审查 其主病的药领 若病色浅的 说明病情上轻 可用五谷汤叶调制 十天可以治愈 若病色深的 说明病情较重 需用药剂治疗 二十一天可以治愈 若病色过深的 说明病情更重 必须用药酒治疗 一百天才能治愈 若面色枯稿不择 颜面受消 为不治之症 到一百天就要死亡 若迈向短处 而阳气虚脱的是死症 温热病而正气急虚的 也是死症 色间上下左右 各在其要 上为逆 下为从 女子右为逆 左为从 男子左为逆 右为从 义 从阳死 从阴死 阴阳反他 志在权恒相夺 其恒是也 魁渡是也 病色表现在面部 上下左右 不同的部位 因分别审查 其主病的要领 病色 上移为逆 下移为顺 女子病色 在右侧的为逆 在左侧的为顺 男子病色在左侧的为逆 在右侧的为顺 如果病色变更 变顺为逆 在男子则为从阳 是死症 在女子则为从阴 也是死症 若阴阳相反 应尽快权衡病情的轻重 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 使阴阳趋于平衡 这就是其衡 魁渡的目的 博迈避避 寒热之交 迈孤为萧气 虚泻为夺泻 孤为逆 虚为从 行其横之法 以太应时 行所不胜曰逆 逆则死 行所胜曰从 从则活 八风四时之盛 终而复始 逆行已过 不复可数 论药必已 脉相强劲 博止有逆 肢体疼痛沉重 或微软不能行走 这是寒热之邪 侵犯人体 邪气抗肾所致 脉孤而无胃气 说明化缘将绝 缘气耗散 脉间虚弱 而又肩泻力 为阴泻损伤 凡脉间孤绝为逆 脉间虚弱为顺 运用齐横的方法 从手太阴肺筋 寸口脉来研究 出现所不胜的脉象 叫做逆 育后多不良 出现所胜的脉象 叫做从 育后良好 自然界八风 事实之间的相互 胜负 是循环无端 终而复始的 一旦失常 就不能用常理来推断了 至此 则奎杜 齐横的要点 都论述完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